我的天呐,全是这种搓一板路啊,是真的是搓一板,就是那种这么困一条,这么困一条,车开到什么,你们看这方向盘啊,看着啊,看着啊,看,看,看见了吧,我得拔住,不拔住了,不拔住了,不拔住了,咕咕咕咕咕的,爹那个都不行了,也不知道这种路,还要走多久,我感觉当时我走秉叉叉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啊, 你说这种感觉,在こと吧,这种路啊,一边是走一次除秉。你看,都是那坤坤,看 ann 真的说的啊,车弄了,车弄了。 彻子车弄了,我的车到破坏了,不过,还是有一点不好,这边的风景比较好,如果是夏天的话我感觉风景会更好, 但是今天嘛 有一点阴天 外边都是雾 我回忆晚一点是不是要下雨 先不说了先走吧 前面刚刚那个谁 说明不了的房子 说要拍 这种房子 没有人住 咱们去看看这房子去吧 前面有一趟房子 在远处 好像都是没有人住的 咱们去看看吧 连这个车车印都没有了 也就是说这里边好长时间 也没有来过人了 如果不是说 我这个比较啥 比较喜欢看这种 地方的话 我估计都没有人来进来了 看这些房子 完全都荒废了 哇 野鸡 野鸡 不是野鸡 这是稚鸡什么 竟然还有锁 竟然还有锁 看这个门 竟然还有锁子呢 屋里边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没有 用铁丝挂着呢 看看里边有什么 看不见 有点黑 哇 看 我还以为这里边是个什么帆什么的东西 其实是吊棚吊的东西 你远了看有点像 有点吓人了 这边以前是有人住的 已经塌了 看看这边 这边以前也是放木的 但为什么荒废着呢 就不知道了 还有个大羊皮大衣 还有羊皮大衣 这还有帐篷 那边还有个骆驼 这个村已经也荒废老长时间了 你看这房子也就塌了 而且这里边也彻彻印也没有 脚印也没有 唯一的脚印可能就是我们走的脚印 我感觉啊 朋友们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这个村子也是属于那种 有房子 刚才咱们不是从羊龙乡过了吗 不对 这是硅 这里跟甘肃了呀 甘肃和羊龙乡没有关系 那还不是羊龙乡那边 全是这种的泥坯房 全是用泥里边带着洋溢 这种叫洋溢 泥坯房 这种房子好 冬的 冬的下凉 这个房子 这边还记得什么 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房子都塌了 但是门还在锁着 知道吗 房子都已经塌了 门还锁着的 这是家父家吗 这是应该村长家 那边学校 村长在家吗 这是村委会吧 这是村长家这事 你说我要敲门出 这个人怎么办 这个院子应该是个学校啊 还是个 村委会啊 反正是瞅着 按照这个房来说 应该是村委会 类型的 上屋里去看一看 有什么祖司马迹没有 那边是景嘛 这边有一个开着的门 好像是学校 好像是个学校 这还有自行车呢 船支部 这好像是个学校啊 学习原地 学习原地 真的是学校 这原来曾经是个学校 这个老少爷们们啊 都来这个学校门口开个会 我老郎又回来了 曾经你们分了我的粮食 霸了我的地 炸了我的房子 统统给我还回来 知道吗 没有白拿的 啊 这个 现在我又 回来了 人们都往这聚一聚 听没有 都到这 我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 马上打卡报道 大家好啊 我是老郎 这条河 是从齐连山上面 到血水融化形成的那条河 但这个冰看起来像 常年不化的冰 里边的冰下边有个暗河 我现在想从那个缝钻一下 钻到那个冰城里边去 看看下边那个暗河 走上边去看一下啊 我这边从这里 从这里钻下去 这边是个一个暗河 看里边 然后下边还有个大缝 我在想 我这个身体 从这大缝这下 能不能下去 我想向那缝底下边去看一看 试一下 但是 下来之后能不能上来 没事 上面有队友 我感觉我要上不来的话 旺哥应该能把我拉上来 从这或者从那 下去看一下 看里边大冰封 看这里边 哎 我再想下不去了 这里边有这么大 这里边有这么大 这冰尖是蓝色的 不行 这个位置就这么大 我站一下我也下不去了 我要回去呢 我得上去 还好 要上来 这里边 是一个 地下的暗河 我都没 从前面爬着去 我身体太大了 如果是小孩 甚至冰尾里边 可以爬到 很远 里边还那么深 如果你还能够 转发了 也就是 今天 我们已经没法 还能够 我 你好 我 我 说 就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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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